大家好 又是我 子明哥 今次這個陣仗做什麼事呢 GIA證書 有位客人找我訂了一隻藍裝的戒指 首先我也要多謝這位客人Lukas 他給我把他的戒指拍一條片 多謝你Lukas 好啦 馬上開始 之前我有一條片是關於一個9粒 每一粒都是30份GIA Emerald Cut的鑽石戒指 是打橫一排的鑽石戒指 當時我的Youtube也有介紹的 這個設計是見鑽不見金的設計 多數都是用爪子 爪著一粒石 只是見到爪子 我的客人見到之後 他就覺得挺有趣 挺漂亮 就想用這個設計來做一隻藍裝的戒指 但因為藍裝戒指 如果只用這個Emerald Cut 就見鑽不見金 就好像不夠man 女仔了一點 所以我就重新把這個idea 重新想一想做一個男裝的戒指 讓他man一點 到最後我就畫了一幅這樣的圖 覺得什麼man呢 見仁見智 但是你見不見到上面和下面 是兩行都是有鑽石的 而且它不是露了鑽石邊 它是有金邊包著做一個壁箱 一粒一粒石排著的 總共是一粒Emerald Cut 大家都見到 17號手指尺寸 都猜到是一個藍裝戒指 有鑽石的圖 也可以做沒有鑽石 我跟客人聊過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沒有鑽石的 做一個金邊 認為這樣是比較男性的 說完圖 出完圖 客人確認之後 就到我的工作了 就是 選鑽石 因為九粒Emerald 其實說回選Emerald的秘訣 Emerald是比圓形便宜一點的 因為Emerald是看它的通透 還有看它的step cut 圓形因為閃 所以其實Si1、Si2 30份其實都已經OK 不過如果Emerald Cut的話 Si1或者2 有些都OK 但是就要穩 因為Emerald Cut它不是很閃 所以如果它有少少瑕疵 或者一些不是好的瑕疵 是會比較明顯的 甚至會看到 怎樣選一粒漂亮的Emerald 當然DIF當然漂亮 但是也要做一個性價比 不可以說優先就任性 使得對的地方 才是一個證明消費者 所以Emerald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就是如果桌面有一些很明顯的點 黑點或者白點都是 還有一些如果是feather 它是橫 其實看上去是突然之間會覺得 為什麼好像多條狠 是很明顯的 所以正到就要很小心 但是又不能夠太貴 DIF、VVS當然知道 又要選一些性價比高 所以到最後我就選了 20粒30份的Emerald切割 就打算做一排的鑽石戒指 到最後那些20粒我選了之後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放這個盒子裡 但其實我只需要裡面的9粒 較大些 我怎樣選擇呢 其實要選這個Emerald Cut 做這個牌戒也好 或者做牌的手鍊也好 都是要小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Emerald Cut 你不要說Emerald Cut 30份就對了 因為每一粒Emerald Cut 長、闊、高 都會有不同 有些就瘦一點 有些就肥一點 就好像這一粒 這個屬於Emerald Cut 但是它就很瘦長 至於這個 也是Emerald Cut 它又肥一點 所以兩個不同尺寸 但你會看到 其實它跟它長度差不多 但闊度就差很遠了 所以我選擇這一批Emerald 除了要看它的尺寸之外 也要看它的尺寸 即是什麼呢 例如我隨便拿一張尺寸 它的尺寸 好像這個4.3多 另一部也要4.3多 這樣 3.2很適合 第三個成幾多 就是它的心 不要管它 所以頭兩個號碼 一定要非常接近 不能相差很遠 因為有些很瘦的Emerald 這樣做起的排街 它的步驟就不漂亮 一高一低 還有這個step cut 它的cutting也要做一致 否則一些切割 它很肥的 切割的時候 它的step 就有些不太均勻 所以要注意 另外 我就要每一顆 都要看它 那個髒東西 會不會是在一些 很明顯的地方 譬如在中間的一橫線 會很明顯的 或者中間 因為它不閃 所以如果它的東西 是很明顯的話 是會見到的 所以我要選一些 性價比高的 漂亮的Si 當然便宜很多 至於顏色方面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關於形切割鑽石的 Emerald 是比較顯黃的 所以 盡量EF color 你會說 EF color GIA也叫模式 當然是漂亮 GH可以不可以 不是不行 都可以 但是 H已經很顯黃了 Emerald G色 都勉強可以接受的 不過 如果 漂亮少少 我就選EF 還有 這個尺寸 其實有時候 我又不需要太快 預算 為甚麼呢 我不是說 亂花錢 這個尺寸 和G色 或者H色 可能欠的 只是三四百元 反正都可以做到戒指 當然是想漂亮少少 好了 我就要逐顆看 這些可以的 我會放在一邊 我們簡石也是這樣 就算我看尺寸 覺得好像適合我 尺寸 其實可能未必是適合的 因為它長闊 可能也會欠少少 其實都容易看的 我一看到 肉眼看到 一有些不太行 我就可以先放在一旁 好了 經過時間關係 我就已經選了 舊粒出來 這些就不可以的 先放在一旁 好了 圖看了 寫日選完了 期待它的成品 上次的影片 就講了 如何挑選Emerald鑽石 做一個牌戒 戒指已經做好了 跟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較近一點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就覺得很漂亮 1 2 3 3 4 5 6 7 8 9 9粒 每粒都是30份的 Emerald鑽石 那客人呢 就做了一個 18K黃金的戒指 中間的Step Cut 看不看 有些陰影位 就是Step Cut 多閃多通透 那個反光反射得多漂亮 跟鑽石的反射真的不同 我講的是圓形 那個感覺是很Man的 其實外面都有很多 類似這樣的戒指的藍裝 如果用鏡看的話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試試試看 每一粒都是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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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八角 是不是很漂亮很精緻 希望看到 我看一看 好清楚了 看到嗎 每一個位置呢 都是有夾住來箱的 一個爪位都沒有 可以看到 每一個小八角的鑽石的形狀 是非常漂亮非常通透 每一粒石都很閃亮 真的完全不相信它是SI 沒錯它是SI 所以價錢都很帥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提開我youtube都知道 我是用iPhone來拍的 也沒有什麼射燈 只有公司辦公室的LED燈 來過我公司就知道了 所以這隻東西是很漂亮的 整件事很摧灑 整件事做起來 之前我拍的那條片 講的是做拍戒 那個款式是有點女性化的 因為那個真的是女人款 但做這個款之後 更加閃亮 還有它是金色 我之前是選擇EF色的 emerald color 也是選擇Si1的 所以你會見到 譬如這些 EF色的 盡量我都會選擇漂亮一點 除了要顏色漂亮之外 也要講尺寸也對 和淨度要漂亮 全部都要有一個balance 雖然我跟客人說是EF 但我不會說 其實全部都是F的 不會這麼壞 看看這顆 你見到證書都很新 2023年 emerald card 30份E色 這個是E色 F F E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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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雖然我跟客人說 E至F色 但其實我到最後 大部分都是用E色的 至於尺寸很適合 是很適合的 亦都是去到4.4 4.39 4.5 左右 只有0.0幾mm的誤差 大家都知道 1mm很少 0.1mm很少 如果0.0幾mm 少到不得了 0.0幾mm 所以我儘量的誤差 都是在0.05mm之內 一樣是難的 很難 但如果0.05mm 都不容易 但是儘量 所以4.47 4.8 儘量我會做到 Size 可以Match 到一個挑戒 好 這就是那些Share A Shirt 我都用了很多心機 看到全部Shirt 都是一年之內的Shirt 至於切割方面 打磨對稱 說回來 其實異形切割鑽石 形狀大小很重要 因為它沒有Cutting 所以形狀很重要 但是要自己看 全部都非常不錯 我知名過 30分以上的鑽石 我全部都是無形光的 這個是緊的 到最後 這隻東西 多謝你Lucas 我先戴你的戒指 九粒Emerald 其實是很漂亮 真的厲害 而且很Man 做結婚對戒 男生 如果你本身有對戒 會不會考慮一下這個款 我沒有射燈 我就這樣移動 看不見到 真的很閃亮 它不是那種閃 它是那種催灿 挺有型 不過它是九粒 這個位置當然沒有鑽石 但這個光金位 將來就可以容易改Size 如果適合Size 它就不會像我現在這樣鬆 挺漂亮 正常 外面這些用Bugget 這樣的戒指 都很多 但當然不是用我這些 那麼漂亮的小八角石 每一粒小八角 旁邊的斜斜 有個小三角形 挺漂亮 很精緻 其實真的 我也很喜歡 其實這隻戒指 我有幾個地方 我有些小心機放下去 第一個地方 就是不用Bugget 是用小八角 很多男生 或者很多人 都以為Bugget 和Emmo有什麼不同 Bugget 是會起角的 Emmo就是起八角的 小八角 我們叫做 如果說保值也好 漂亮也好 一定是Emmo 小八角 Bugget 是差一點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這條邊 跟平時的橙邊戒指 是不是有些不同 是不是有些粗 橙邊戒指 只是一條邊 很幼 為什麼這個 我放大一點點 橙邊戒指 那些橙邊很幼 看到嗎 這個是有粗一點 看到嗎 很有質感 其實我是專門的 就是做這條邊 做到整件事 有少少Bugget的感覺 不知道你覺不覺 Bugget的戒指 你們知道 寶格麗 是厚身的 很厚身 也很有質感 而這個 我就想做到那個感覺 所以你看到這條邊 我專門做厚些 做厚些會有什麼情況 成本高了 我是想這件事好一點 因為之前Lucas 他就說 做比較款 就是普通的橙邊戒指 但到最後 我就給了一個有碎石的款 給他看 給他看 而他當時都在掙扎 做哪個款號 我就知道 如果我做一條右邊 會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都不要理成本 我就做了一個粗邊一點 這麼多一點的感覺 所以整件事 由上面粗一點 下面粗一點 自然整隻就粗了 不要理成本 真的整個質感 放中指 試一下 如果普通橙邊戒指 邊右做不到這個男生的Man 我覺得是可以的 挺漂亮 第三件事 就是戒指底 大家看看戒指底 整個戒指底 我會盡量用小金 我只有一條 兩條 一定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這兩條 你這兩條邊 承受不住壓力 因為你經常戒 有機會會鬆 所以一定有條底擒 但你見不見 我是盡量 將全部戒指 或者鑽石 全部鑽石 是純粹靠 那兩邊金 逼著鑽石 那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因為 這個是Emeral的戒指 如果 我全部封了底的話 那些石 出來的效果 會不會那麼閃亮 不會那麼漂亮 那有些 譬如我不知道 你出去看那些戒指 它封到底很密 密密麻麻 有些實情封了它 有些不斷給兩個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每一顆小八個 Emeral Cut 都看到它尖尖底 很漂亮的 但又不會怕刮手 因為它也有造成厚度 大家不要以為 我只是用了輕金 所以不封底 不是 我是專門留下底 讓它的光透下去 整件事 那些石就會閃亮很多 光澤多重要 漂亮多 所以這個也是小心思 其他也不可以 底做回質感 很粗 多漂亮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Lucas說 就是我的習慣來的 就是跟客人 對回這些GRA的 JRA number 不過這個款 因為它密密麻麻 它根本就已經看不到JRA number 所以如果你打算做這些款的戒指 去一些信得過有信心的店舖做 千萬不要去一些其他國家去旅行的做 千萬不要 尤其是有些國家 現在真的很流行用假鑽石 或者人造鑽石 要小心一點 雖然戒指無緣無故做一個YouTube 好像會不會令到你們悶一些 但其實現在我在現場看 其實真的很閃亮 很帥 如果要給100分 滿分的話 這隻我給多少分呢 嗯 我可以給92至93 但滿分呢 滿分差什麼呢 其實這樣看我覺得100分 但是呢 因為開箱我們用9粒 如果下次再做的話 可能會多多3-4粒 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就不會見到金 不過這樣說 是我厭佔而已 9粒都已經很漂亮 已經包了整隻手指 如果你適合尺寸 其實不會有問題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 多謝你 Lukas讓我拍這個影片 好 我這個YouTube 就去到這裡了 我展明這個店 就在中環威廉頓家14號地下 是地鋪來的 地鋪比樓上鋪 更方便一點 如果你有任何鑽石問題 或者有鑽石需要的話 歡迎WhatsApp我 香港電話 852-985-888-58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like subscribe Share 拜拜